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 距离最近人的交流也最密切 福州放出这么好的福利 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关爱 衷心希望更多台胞台企 放心来福建 安心无发展 探索新路径 融合向未来 实现逐渐推动建立的一个示范区 推动两岸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了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进行两岸一家亲理念 突出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如何看待这次意见的发布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有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解读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意见的最大亮点正是突出融这个目标 为台胞台企全面融入福建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推进厦门与金门 福州与麻祖等重点区域融合 推动闽台两地应通尽通 能融尽融 2023年是我们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一个开局之年 那么也是我们对台工作贯彻落实 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年份 现在推出这样的一个意见 实现逐渐推动建立的一个示范区 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举措的一个体现 通过推动两岸的一个和平发展和融合发展 推动两岸的这种以通促融 以会促融 以情促融 不断地来深化后执两岸和平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闽台溢水之隔 渊源深厚 福建是台湾同胞最主要的阻击地 处于两岸交流往来融合发展最前沿 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 善用各方资源深化融合发展 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 福建在地理上离台湾最近 台湾海峡最窄的距离是68海里 福建跟台湾不光是距离最近 而且人的交流也最密切 文化也是最靠近 所以党中原国业希望福建发挥对台工作的独特作用 我想这个也是福建理所当然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 自2018年大陆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来 在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磁吸效应下 越来越多的台胞跨海而来 福建正是他们首选的登陆地之一 台胞许珍珍于2021年来到福州创业 主要开展短视频制作 直播带货 跨境电商等业务 今年1月 他报名参加了福州市第三批台胞公租房配租选房 如愿选中了一套45平方米的房子 小区地处福州繁垮地段 周边配套设施全面 而每月房租才900多元 福州放出这么好的福利 帮我们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不仅减轻的工作 生活成本 也让我们切身感受到福州这个城市 对我们台胞的能够关爱 我一住进这个新房子 我就觉得在福州安家了 那新安店下来 创业就更有信心 更有动力了 享受到这种住房福利的不仅许珍珍一人 2021年7月 福州出台了 在荣就业创业台胞住房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在大陆范围内 率先把就业创业台胞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实行市场化标准30%的租金减免 据统计自2021年底至今 福州共放出台胞公租房房源1050套 目前已经开展了四个批次的配租选房 共有241户363位台胞入住公租房 圆了安居梦 感受到祖国给予台湾人民 在生活工作就一个方面的各种制度的 一步一步的完善 让他们有信心决心能够早日实践来大陆的工作 我相信在整个中央支持下 再加上地方的配合 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跟大陆年轻人 能够真正的达到两岸融合 共创属于年轻人自己的一片舞台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 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涉及畅通台胞往来通道 促进台生来敏求学研习 鼓励台胞来敏就业 扩大台胞社会参与 便利台胞在敏生活 完善涉台司法服务等多个方面 一系列务实举措 让在敏台胞台商倍感振奋和温暖 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主要的内容是要着力地去打通 敏台往来的便捷通道 打通往来的读点难点 那么积极地去解决台胞在敏 就业就学住房以及养老服务 社会救助等等 包括司法服务等等 方方面面的需求 具有鲜明的一个问题导向 也正是这个体现了大陆的对台政策 也大陆对台胞尊重关爱 造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温度 意见中 畅通台胞往来通道 被列为建设台胞台企登陆 第一家园的首要任务 在往来交通方面 福建已经率先实现 与台湾地区主要港口海上直航全覆盖 常态化开通17条海空航线 每周往返高峰时达430个航班 建立了由小三通海上航班 大三通客管航线 空中直航航线组成的 两岸最便捷最经济的海空立体通道 此次意见在经贸合作 基础设施 能源资源行业标准四个方面 对推进敏台应通尽通 畅通台胞往来通道 提出了进一步考虑 当前两岸各界 对两岸基础设施直接连通 期盼已久 我们要共同努力 争取早日实现 两岸民众坐着高铁 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 促进更多的台湾地区的商品 搭乘中欧班链等 畅达欧亚的市场 更好的汇集两岸的同胞 地处两岸融合发展最前沿的福建 一直是台商投资新业的热土 福建现有台企超一万家 实际利用台资超过三百二十亿美元 敏台贸易额累计超一点四万亿元人民币 每年实际利用台资 新设台资企业数量均居大陆各省市前列 十八个国家级两岸产业合作园区遍布全省 电子信息石油化工精密机械等 敏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进一步深化 意见指出要促进敏台经贸深度融合 并提出了优化涉台营商环境 深化产业合作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忠心希望更多的台胞台企 放心来福建 安心某发展 一同推动实现自力体系和自力能力现代化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对台综合实验区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正进一步探索放宽市场准入 简化投资审批环节 在贸易自由便利等方面重点突破 构建与台湾市场人员要素 更加有效连接的渠道 加快建设两岸共同市场 平潭岛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让不少台胞看到了开办民宿的商机 杨炳浩就是其中一位 可是过去要跑多个部门 办理多项证件的繁琐流程 一度让它望而却步 这些流程跑下来 可能都需要花大半年的时间 其实对我们创业者来说 可能还没有开业 但是办这些手续就已经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了 平潭创新推出开办民宿承诺备案制 与一起移证准入及准营制度 将多个申报材料 又划成一张备案信息表 由专窗统一受理 后台并联审查 备案流程压缩至最多七天 现在有多证合一了 那我们就不用像以前跑那么多的证件 我们备案的时候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二维码 当我们透过扫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备案的信息 此次公布的意见中指出 要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发展 还提出支持福州与马祖深化融合发展 推进福州与马祖通水 通电 通气 通桥 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 以及支持厦门与金门加快融合发展 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 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 便捷化 打造夏金同城生活圈 这个政策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也呼吁 也希望就是更多我们金门的年轻人 踏上厦门 然后来厦门工作 求学 来厦门打拼 然后我会在厦门等着大家 长期以来福州厦门以及平潭对台开放的 这些试点示范的效应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这些同时能够在对未来福建权益建设示范区 发挥一个引擎带动的功能 融合发展离不开经贸往来 也离不开人文交流互动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意见中就扩大社会人文交流合作 鼓励青少年交流交往 促进文化领域融合发展等方面 也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放眼福建各地 从城市到乡村 从田野到客堂 活跃着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逐梦的身影 九五后青年徐如仪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两年前 他来到厦门海仓区红堂村赤土社 与厦门当地志愿者一道 对这个村庄量身定做了改造项目 以先造人 后造物的理念 邀请村民加入乡村改造建设 这个项目我们会希望把重点放在 让赤土社它能够自主地运营 自主地造写起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重心会放在如何去培育村民 他们去执行一些活动 筹备活动等等的 徐如仪与大陆社工一起 把村庄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 开发研学课程 并将大米 蜂蜜等土特产 包装成筑农大礼包 提升农产品售价 乡村改造 让当地村民周文考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寡颜农民 成为身兼乡村导览员 农家乐老板等于一体的新农人 一直以来就觉得说她是我的小女儿 真的很可爱 很多我不懂的 所以经常她会来帮助我 因为有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政策 然后让我们台新可以来到这边 真的落在这个最基层的农村当中 然后去跟这些在地的居民接触 其实是让我更快地去能够了解到我们大陆这边 厦门这边的一些当地的文化 那也会发现说其实这边的文化跟台湾都是一样的 深化社会人文交流实际上是促进两岸民间相互认同 相互理解 相互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通过这种民间的交流或者说人文社会的交流 能够避免政治上的这种对立 造成两岸的认同 两岸的情感越早越远 所以我们始终要加强人文社会的交流 它实际上也是以情促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血脉相连 清旺清好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是顺应大势深得明星之举 国家好 民族好 两岸同胞才会好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 大作为的时代 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 大作为的时代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是造福两岸同胞的康庄大道 也需要凝聚两岸同胞的力量共同推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